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是命令老师林正义林老师 大家好 以及律师简大为简律师 大家好 另外是媒体人吕文婉 郑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命令老师廖美兰廖老师 郑大哥好 各位跟郑董 大家好 另外是作家许长德阿德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主题是 阿飘收价怪事多 那为什么说阿飘收价了呢 因为盈仔店一过 就是农历七月的鬼门关要关了 那已经做兵论收价嘛 收价 今天阿飘今天也收价了 然后可是呢 是不是真的收价以后 就会比较平安了呢 先请教廖老师好不好 真的是鬼门关以后就比较那个嘛 没事吗 其实今年还是真的是比较不平安的一年 因为我在年前的时候就有讲就是说 今年是己亥年 那己亥年呢就是一个亦马年 那这个亦马年又是 就是己亥又相克 水土相克 那今年呢就是 这个亥又属羊水 它是大河之水 那这个己呢 它又属黄土 所以呢叫 大河之水黄土奔流 大河之水不是天上来吗 对啊 所以今年一直下大雨 莫名其妙的雨很大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就是说 你看今年有一颗星 就联真星 它在西南方 所以南部呢 比较容易淹水 那所以呢 就是说今年 亥亥相形 它也是天冲地克之年 亦马年 所以车祸在今年又特别多 可是呢说 是不是鬼门关了之后呢 会比较平安 我还是要呼吁 我们观众朋友 在今年呢 开车要特别注意 尤其就是在农历的十月 农历的十月 属猪啊 属猴啊 属蛇啊 属猪啊 对 然后属老虎的朋友 对 都要比较小心一点 不要太疲惫开车 尤其有喝酒的朋友 不要酒驾 今年就是 你看每天新闻 就是有车祸 就死亡车祸特别多 所以呢 在下半年也要 就是要谨慎 还是有这个天灾的一个状况 就淹水的问题啊 地震啊 然后土石崩落 这个还是要小心 可是关于鬼月的 这个部分啊 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不透 因为刚刚郑大哥不是讲说 鬼门要关啊 是不是代表 好兄弟回去了 这样大家会比较平安啊 有一个说法 我们不是都普渡吗 鬼门开要普渡 然后结束 可能中间有人普渡吗 好 中文字 然后后来到最后也要普渡 所以有人讲说 到底可不可以讲 拜拜的时候 可不可以讲自己的地址 然后呢 我发现 说我们拜 比如说 名字啦 生成年月日 还有地址嘛 有一种 门派是说 不能说 你如果说 他来你们家就不回去了 鬼门关的时候 他就住在你们家 就是有一些麻烦出现 所以你不能讲 可是有些地方 又叫你要讲名字 讲地址 那这个到底 老师会说吗 有禁忌吗 比如说 你怎么有说 我哦 你有普渡吗 有啊 我今年 就是8月24号 我等一下本来是要讲 刚好文婉讲 因为今年比较不平安 其实很多庙宇 就选在那个天 那个天德日 那一天呢 是8月24 也是农历的7月24号 那那一天 菩萨就指示 我一定要在那一天普渡 他就说 今年的 这个好朋友会特别多 那果然那一天 就是白鹿台风 本来要直接而来嘛 可是众神保佑 他就偏难了 可是偏难还是 有造成灾恶 但是因为也很多的庙呢 做普渡 然后呢 灾恶减得很低 那刚文婉讲的就是说 要不要写地址 那其实一般是 没有在写地址 一般没有写 排位上面没有写 那白鹿还要念什么 要念吗 比如说一般就说名字 那一般会写地址是怎样 长生入味 拜托我好兄弟 那是不一样的 来给你拜 你就相相拥 不必我平安 如果阿德来说 是比较好 比拜托的 对 你怎么有什么 阿德 他们的地址是多多 台北市 一般的 那个超度的排位 没有写地址 那除非他是要 普渡那个地基组 地基组有 他的地址在哪里 他就要超度地基组 再来就是长生入味 长生入味会写地址 因为一般长生入味 我们在七月的吉祥月呢 除了普渡冤亲在族 还有这个历代祖先 就是有长生入味 长生入味就是说 有的人是公私行好 他希望能够比较顺利 那有的人身体比较不平安 老人家就是比较多病痛 他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好 那这一个月也是一个吉祥月 他也可以求好的 我比较简单 因为这种你跟婴的 尽量不要啰嗦 不要啰嗦 像你拜托去煮还是不要求 因为医人能力有限 你求他 他不要来找你麻烦就好 你拜他其实是就是说 你别来找麻烦就好 这是第一个 要你这样黏吗 对 因为祝我给你拜 你别来找麻烦 你就手 你省自己都不要讲 手比一下 手比一下 就有东西给他吃的嘛 你就不要跟他求 我就要 谁又不平安 然后我又要求财 你觉得嘴唇就说 你说你不太好 我不会跟你叫什么 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因为你七月出来 这些菇也有菇分野菇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你摆着桌子里面 最好就是摆在 不要摆在屋檐内 就摆在屋檐外 对 这样他才不会进来 里面嘛 因为你就怕说 他进来说 你如果看拜地区主 不可以摆太澎湃 太澎湃就 就因为说你 很OK啊 这样哦 他这种性质 就为什么说 只有一次鸡腿 拜地区主不要太澎湃 不可以澎湃 你便当先 阿伯的 奔起乎的 鸡腿便当 这样摆就好了 这个便当就好 不能澎湃 因为澎湃他就逗留 他就认为你 那这样没洗过 要饭团你看 饭团买的 就是说你要 你要告诉他 我这边没有那么富有 所以你不需要来 找太多的 但是有吃有 就是吃那样 简单吃 这种是比较传统 就是以前我们 我们的师傅跟师傅 他一直交代说 你拜他不要太厉害了 如果好在那里 同样啊 同样好在那里 你就呼他 他就说你 那个厨头厨贝放在 这给你用 这样子就已经 表示我跟你之间 我已经有挺你 但是我不是真的 把你邀请进来 爱之为爸爸做会可以吗 都可以 但是不要澎湃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客户就是 住在那个楼 一楼 一楼 他又 就是从美国回来 他就告诉他拜第二桌 那就宽宽了 宽宽了 宽宽一大堆 像你拜神了 现在晚上睡觉是惨了 他每天都在地匙煮 在这里跳到过 在这里跳到过 不然你吃得好 不算不用稍微回馈一下 对啊 所以帮你从肚子 这边跳过去 这边跳过来 一直缠了一年 后来才就跟他沟通 好 那等一下呢 其实有一个车祸 那个照片非常的灵异 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 我们先休息 请问候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旋起的车祸了 这是发生在婚人的倒落 这两台车收拾 那可不可以请文文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旋起 好的 这一张照片呢 是po在灵异公社 除了这个爆料公社 靠北公社 现在还有一个灵异公社 上面就是很多的朋友 可以上去分享 自己的灵异经验 这个是有一个网友 他说呢 当事人是他的好朋友 一对夫妻 然后呢 其实也在七月间的时候 他们呢就开了车子出门 在云林斗六的地方 就跟这一台呢 黑色 黑色的轿车 两台车呢 发生严重的差状 你可以仔细看 黑色的车子 车头几乎凹陷 几乎都毁掉了 然后呢 这一台车呢 就是这个po文的网友的朋友 夫妻开的 他是左侧这个地方 等于是就是凹陷了 就损毁了 那这张照片后来 为什么po上去呢 你就感觉是一般的车好嘛 不对 因为这个po的 这个网友就讲了 其实呢 大家仔细看 就说呢 其实这张照片呢 后来因为 现在手机很方便 对 如果出台前 我就录影 没有照片起不起来 我就做一个记录了 结果呢 这张照片呢 售后一看 不得了 发现 后来呢 因为呢 这个网友就问他 问他这个朋友 就说 奇怪 你出车会 你在习乡 你怎么让你母亲坐 你的驾驶座 很软 你看这在头车贏 分泌一定很软 这个天气 结果他说 哪有 哪有 我老婆那时候 你习乡 他站在我旁边 真的假 大家仔细看 我抱大家看 真的有人 这个奇迹语课 你仔细看 仔细看那个 来后面 我们把它放大 来 曾大哥 手上这个 你看 Oh my God 这个是他把 就是刚刚那一台出车 白色轿车 驾驶座的位置 放大 居然就有一个女生 坐在驾驶座上 所以当时 你看眼睛 有要下巴 他的手 更可怕 然后更明显 这个是不是腿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是白天 而且是白天 大白天 所以啊 这个破文的网友说 天啊 你妹 不是你妹 说没有 他在我的旁边 好 那这一个呢 这个文一破上去 天啊 引起大家 大家真的非常的惊呼 说怎么可能 然后说你确定 而且有人居然有网友说 后面你仔细看 后座还有一个人 后座啦 说还有一个人啦 其实我觉得大家看有吗 既然有网友说 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人 换句话 这一台车 其实有两个人 然后呢 先讲一下呢 这一台车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 它是一台中古车 所以呢 这个后来这个照片 被金他这个朋友 一看到嘛 东宿林又没发觉 后来呢 车子呢 大家都说 你知道吗 网友现在都会出不意见嘛 赶紧去公余间 这台车 赶紧不能再开了 现在是小事 现在再开就是大事 因为磁场已经不好了 然后呢 后来这台车怎么处理 据了解就是 它就是报废了 不敢再开了 所以这个是很难解释 对 那请教一下林老师 你怎么看 那里面好像有一个人 是啊 这里面有一个零体 它现在的照相机 跟以前不太一样 现在照相机 是可以照到这个东西 解析度好强 是 我们曾经在那个大陆 就那个某个企业的总部里面 那那个先生就拿了一台 很精密的照相机 Sony的 然后就跟他太太拍了 拍了以后 就回去先放到电脑上 电脑上一看不得了 里面都是一个圆圈 然后两个眼睛有嘴巴 就是像精灵这样子 哇 充满在那个空间 满满的 不止一个 他母亲把他人拥 拥一招一招二分 说你去最后一招了 但是那个地方 是有灵气的地方 那个在道家里面称灵子 那为什么这个车会跑进去 表示这个车一定有 这个之前可能中古车之前 他做中古车或是什么 中古车之前 之前有发生过的事情 可能是 所以他的灵 那灵 没有灵 是没有人超多 会不会抓交替啊 这个 这会不会是要抓交替啊 严重的会抓交替 对啊 但是他这个好运 把他照了以后 他这个灵就会跑掉 不敢被爬就对了 以前你记得 不记得年纪大的那一辈 要照相 都说我没有灵点 那个是谁在讲话 不是肉体怕你照 是灵体怕你照 所以灵体其实怕 尤其是 这水怎么会去解释一下 应该啦 应该 应该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跟这个有缘 那一定有一些 你比较运势比较低一点 但是这个就不要恐惧 就是说你 你第一个先要保持自己 因为恐惧你就越严重 恐惧跟厄运是隔壁邻居 你恐惧就带来厄运 是 因为你的心不 心灵不稳嘛 就容易入魔 所以你看那个圣经里面 讲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说 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神 我与你同行 这一句讲最多 就是说恐惧可能你就 厄运就来了 是 那阿德老师 这个最近说发生了 看到了一个死亡车祸 印象深刻 对 就是我去那个 那个华兰卫秀看电影 看完的时候是7点 那我记得我走到那个 那个华兰卫秀新一路 那那不是有个警察局 分局 对 那么就十字路口嘛 我就要 我要去对面搭车回我家 那因为要穿越新一路很宽啊 我就在那边等 等到绿灯亮 我就要走过去 等我走这一头走到东西 应该大概要一分钟 是 那你知道我的习惯 就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 很危险 不行啦 走到 就是那个邦马县的镜头 不是要踏上那个 人气到那个岛上吗 我一踏上去呢 就是还在看手机的时候 我就听到后面 砰一声 很大一声 那我就 转头一看就看到 因为我是从这边走过去的嘛 所以 我后面一有声音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 那边有车子 飞到对面去了 就摩托车飞到对面去了 然后那个 对面车道是吧 摩托车飞到对面的车道 对面的车道 然后呢 对面车道 然后那个 那个骑士啊 就停在 要掉出来嘛 就停在中阁岛的中间那部分 所以刚好没有车 因为那时候车来车往嘛 刚好没有撞到 然后就 可是车子已经到尽头了 反正都没有碰撞那个 这个时候呢 我才发现有人在尖叫 我才发现过 我的后面 有个女孩子 就倒在地上 然后呢 他倒下去的那个样子 其实很可怕 因为他就像好像雨 跳到岸上一样 就全身一直抖动 而且很用力地抖动 骑士的车已经飞到对面 对面车道 骑士掉在中间 中间 分割岛那里 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是掉在阿德旁边 是另外一个女生 我本来以为这个女生是 这个骑士在的人 所以车祸只掉出来 可是我一回头一看呢 就另外一个人就大叫 说那个很没有良心啊 怎么就是 车子怎么可以这么用力撞人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就是要抢救现场嘛 因为这个现场就是很乱 因为晚上七点多人很多 其实有家众警察的 但是家众警察可能在下一个路口 还没有过来 就这边呢 其实大家都很帮忙 比如女生 因为那个车祸就突然 就是一个很大的撞棋 可是你很难想要说 那个撞棋怎么会撞到 一个女孩子穿洋装 居然撩到快死 到上半身来 你想说那个是怎么撞的 瞬间 然后呢 那一定有撞到后老巢 所以他一直在抖动嘛 可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衣服已经掉到这边 所以男生也不敢去处理 就是变成有两个很热心的女生 就是在帮他 问他怎么样 状况怎么样 但可是他就是一直在抖动 都没有办法讲话 等到突然 下一个更恐怖的地方就是 他突然不抖了 突然大家就觉得说 哇是不是怎么了 真的那女生就是很热心的 就去看他有没有呼吸 可是好像怎么摸也不确定 于是他就开始 帮他做CPR抢救 然后另外一个路人 女生就过来帮他做 那个对口呼吸这样子 No... 还是都没有 反应 都没有反应啊 那个 警察终于来了 可是就在那路口那边 也不理这边 就完全就在那边 我觉得他也吓呆了 他就呆在那边 都没有动 也不然又说 我们这边要怎么处理 要干嘛 都没有 那救护车呢 然后救护车是我们打电话了 我们立刻就当场 那个女生就立刻打电话了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部那个 后面有开车过来 车子就停在那个路口 等于是要帮那个女生挡住 然后他赶快下车喔 就把他抱到路边去 很引勇就抱到路边去喔 然后就开始 因为他就说他没有呼吸了 就他又开始来摸摸 他说摸了他说 还有很微弱 还有 然后赶快来等九五车来 就这样子 然后就在旁边等 对不对 然后因为我在旁边 也不知道怎么帮忙 我就开始就是 去安抚那个摩托车起事 因为他从中格岛 慢慢走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他就站在那边 也没有坐就在那边晃升 晃来晃去 那我会想说 这个时候应该要让他坐下 我说你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子 你要不要坐下来 可是他又坚持不坐 我说那你要过去看看他吗 他又不敢走过去 就一直在那边转圆圈 然后那个警察 就在旁边就站在那边 也没有反应 两个人就站在那边 一直到救护车来 把他们载走 他们两个依然还在那边 然后我这个时候 就打电话跟我朋友讲说 我刚才发生了状况 就朋友就突然给我讲了一句话 突然给我讲 让我心情突然沉下去 他就跟我讲说 他救了你 这样子 他搞不然会撞到的是你 对 有可能 因为我是往前走 他在撞我后面 然后呢 那那句话就让我心里 就有个搁 大家都觉得 是为了我吗 那我突然觉得好像 突然就觉得好像 该为那个女生做很多事情 好像都没有做 突然有那种心情 一直过了一个晚上 我就突然觉得 我不要这么想 我说我这样想 对他对我都没有好处 我干嘛要这么想 然后第二个男孩就说 他要挡 应该在我前面 怎么会在我后面 那第三个部分就说 我觉得以后遇到这样 我觉得我那时候当下 我觉得我心情 没有那么不好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那时候就是很专注 在想要怎么帮他 对你有做到 然后呢 再想一想怎么安抚这个 这个摩托骑士 因为他很年纪很小 那你那个 那个女生大约是几岁的人 我看大概二十五岁左右 那很年轻 很年轻 那他在地上抖动了多久 大概四五分钟 这么久 很久 因为很久 很痛 因为很久 很久就是让我们很害怕 也不知道怎么去 是 因为又不敢移动 对 然后呢 内障都受伤 那你想一想说 我们那时候想要说 就是希望有警察 来这边维持一下秩序 你也不知道 该不该抱我干嘛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状况 也在路中央 所以那个男生 就立刻把他抱到路边的时候 我也是有吓一跳的 可是那个时候 不知道怎么要处理 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等一下 可以再继续讨论 不过我讲实在话 我自己开车嘛 现在多少人 在搬马鞋的时候 也在看手机 对啊 我也是要请他的 都没有在看路啦 我不是在指责阿德啦 我是说所有人都一样 有时候包括我们也是啊 人家喔 那个车子真的差一点 撞到我们耶 好资才没撞起来 就是说包括我自己 在那边 你没撞人 人的来撞你 可是我那天 我觉得那个最灵异的是 那车子怎么出现的 因为如果你有到现场 你会发现说 一部车要这么用力开过来 一定要有一段距离 是很速度 加速度 那个地方是完全是公车道 所以没有看到车撞他人 有蹦的一声啊 我只听到蹦一声 因为我是在前面啊 他在我后面蹦的啊 可是那个车子怎么过来的 因为如果你有到那个信义路 他的公车道是完全紧离 那个人行道的 没车 他怎么车子骑过来的 诶 哇 会不会没有说出问题 而且速度还那么快 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老师 你看阿德 这样要去发解一下 如果他会觉得说睡不着 或身体不平安 不舒服 他觉得怪怪的就可以去化解 如果他觉得说 没有什么其他的异样感觉 没有啦 对有没有 就他自己 其实我的心就是那时候就说 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一刻啊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在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处理现场 只有两三个人 对 我们两三个就是 就弄来弄去弄到最后 连那个旁边这个人 就问你是 徐强德 然后我就赶快继续再 再处理那个 那时候的整个心就是 很关心这个女生 对 就是那个女生 那时候的状况 会很强烈的撤影之心 是 然后呢 我那时候实际上说 他赶快好 对 因为我觉得他好 那个照射的男孩 我觉得 那是摩托车撞他吗 摩托车撞他 我不晓得那个车 怎么撞出来的 我不知道啊 了解 那个力道你看那么大 OK 好 那请教一下这个简律师 因为阿德刚刚有讲说 有一个人把车就停下来 然后赶快把他抱到 这个人行道上面 那这样子是不是妥当的 其实有一点点的风险啊 如果说事后证明说啊 因为你的这个 救助的行为的过失 让他这个伤害加重 或甚至导致死亡 不管你是不是造势者 你都必须负责 那所以到底要不要救了 差别在这边啊 就是说如果你是 开车造势的这个人 依据这个道交条例 你是有救助义务的 简单来说你不救 他死掉 你要为他死亡负责 可是如果像阿德老师 是走在旁边 有点肇事逃逸 你就站在现场不救助 对 遗弃罪这样子 那像是阿德老师 一般的路人 那对这个人是没有救助义务的 如果你去救了 那你就要担保说 你的救助行为是没有过失 否则还是要为他 加重结果负责 那所以说我认为 比较折中的方式 就会像这个 有没有可能一种就是说 这个医疗的结果说 他本来没有被移动不会死 他被移动的会死 对 我们就担心这个东西 因为你的移动导致他死亡 你就要负责 所以我会建议说啦 就像这位这个 好心的这个车主 挡车叫警察 打给救护车都很OK的 那这是比较小风险的救助方式 可是如果去移动伤患 老实说我们都不是专业医生 移动等一下颈椎怎么样 那你压CPR大家也知道 那个是要全身力量 让你肋骨凹下去 才会有用 那你乱压 如果真的出事 你可能是要负责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过立法说 救助是完全免责的 所以还是有风险 他前面胸腔的股市有断掉的 对 压局一帐还掉 对 刺到内帐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们进国民硬性义务啦 打个救护车 然后挡车就好 那真正要去救 就交给专业的人 了解 比较不会有风险 那李老师说 有一些事情要发现的时候 会有征兆 会有征兆 这个是我一个师叔 他年轻的时候 我们做第一个 就是说你尽量别人去摧毁 采放牌啦 鬼越不要 而且那块地呢 是沙斯地 沙斯地就是沙地理师的地 沙斯地 对 那个沙斯地 那个龙像剑那样子 剑龙 所以那种地 通常地理师如果去做了 就会倒霉 沙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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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风水市里面 第一大禁忌 以前我们就请教 那个师兄说 刚才这种地理有改 他说有啊 叫土地去啊 叫徒弟去啊 原来是杀徒弟 我还看过我老师 他点了沙斯地 他罗盘哪下 然后已经跟大家讲说 不要叫我老师 对 因为叫我老师 这是沙斯地嘛 所以其中有一个 他的儿子忘记了 说沙斯地 有个爹地理师嘛 说沙斯地 我让老师说 省是沙斯地 赶快活认 赶快活认 因为他想要示究说 到底如果有没有地理 因为好的地理 都很久才会应验 坏的地理就马上 可以应验嘛 那个梦子在法连 他塞这儿跟苏浩江 要到南芒浩江的时候 看到风吹十星超浪 比他头前过 很奇怪 在台湾怎么有 像毛山道士 超浪过去 可怕 那个真的 他就 又是十星 怕撞到他就踩了刹车 踩了刹车 那个车 一百八十度 那时候他想一想说 这个真的会抬了 同样 我头都回来了 有征兆了 打开收音机 那个苏浩公路崩塌 他算一算他的时间 如果他开过去 刚好是那个时间 在那个路段 所以他刹车 他会回转回家呢 他就一百八十多 那些车刹车后就一百八十多 他就觉得怪怪的 刚才两个怪事嘛 就是 草人败过了嘛 那车 哪有那一百八十多 转回了 所以他就想判断说 这真的煞有其事 他就开回家 可是收音机打开 就是那个气象 在报道 就是说那个 那个 那个 苏浩道这个 花蓮这一段 摊邦 他算一段的时间 差不多他就开到那儿 好危险 不过那个红包很大 所以 所以怎么 红包很大 所以他是因为讲说 人家说塞 然后他讲说 塞塞 他因为那句话化解掉吗 不然怎么解释 对对对就化解 是因为他讲那句话 就化解掉 你不可以在那种建农上面 到目前 那个都还在地理界里面 都没人敢碰 好 那廖老师的妹妹 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发生过严重车祸 对 那一次我有一点吓到 因为他蛮严重的 就是说我有一天 就是在睡觉 半夜 那一次我刚好有回宜兰 然后半夜差不多三点 手机响了 然后就说他是某某医院 那廖某某是你的谁 我说那是我妹 他说他等一下进手术房 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 包妹 我的亲妹妹 亲妹妹 对 然后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赶快过来 我就说好 因为住室区到医院 大概开车五分钟就到了 我说好 我马上过去 我说他现在怎么了 他说他是车祸 然后头破了一个洞 很大一个洞这样子 那你们一定要赶快有家属 来签名这样 我就赶快过去 然后过去我就看到 我妹从太阳穴这边 头上一个大洞 然后他头皮本来是掀开的 然后呢 那个医护人员帮他再 盖起来 然后我就说 有没有骨头 有没有受伤 他说有一点裂这样子 那我就签了名 他就进了手术房 然后缝了很久 缝了二三十针你知道吗 然后出来之后也昏迷很久 那昏迷很久 后来没有就是测试 有没有脑震荡有轻微的 那就是等它好一点之后 我才问说 你怎么会那么严重啊 结果他就跟我说 那一天呢刚好就是 他去跟人家谈砂石的生意 因为我们那边有南洋溪嘛 那有一些砂石的问题 要去跟人家谈这样子 那结果我们南洋溪就旁边有 从罗东到宜兰那一边 经过七弦有一个 一条路全部都是在提防 那那边我去过一次 那边真的晚上很阴 那我妹那天就是因为 那个客户 他就是到十一点才回到家 就跟他约十一点 然后他就去跟他老婆谈 谈到好就快十二点了嘛 然后他就从那个客户那边 开车提防 然后要回来 回到他家 结果他就车子开着开着 因为三晶半夜的 提防都没有灯嘛 那他就远远看到一盏灯 就应该是摩托车 然后摩托车就这样一面而来 然后就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觉得不对 然后为什么摩托车 骑的方向是有一点斜 要偏靠到他的驾驶座 然后他就 他的车灯照过去一个距离 他看得到那个骑士 他是戴了一个鸭舌帽 然后穿了一件外套很奇怪 就是会发光 是荧光色 绿色的荧光色这样子 然后他越骑越近 你个人是不是交通警察 不是 结果他就 他就再靠右边开一点 就觉得说 你也不要那么 他心里想你不要那么近 等一下你会撞到我 结果距离就是大概 他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距离这样子 大概阿德老师到前面那个 几公尺而已 墙壁 对 几公尺 十公尺这样 他就看到不对 他看到那个轮胎是浮在地面 机车的轮胎是浮在地面 并不是一般机车 用飘的 对 用飘的 然后他就要往上看 他吓到了 在那个刹那 那一部机车也要撞他的驾驶座 然后他看到那一个人 是没有五官的 完全没有五官 然后我妹就惊叫 然后就吓到他就右转 接着方向盘一右转 就撞到那个堤防 他就昏迷不醒了 整个车头都撞坏了 然后他就 结果我们也是自救 没有人救他 他就在那边昏迷了 大概 他说大概一两个小时 然后他的意识 叫他醒来就说 他是不是撞到人 他是撞到人 他还硬坐起来去看 那个就是挡风玻璃外面 有没有机车 有没有什么 他看又没有 他就摸到他的脸 怎么都是黏黏的 学 然后他就摸他的手机 那时候的锂电池跟手机 是分开的 他又把它装上去 装上去之后 他就打了110你知道吗 他就请那个警察救他 就说他在哪里这样 讲完之后他晕倒了 昏死过去 然后来救护车 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去 所以就看他的手机记录 就他有家属嘛 写大姐 他就打给我 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医院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去医院的时候 好像晚上睡觉 好像一直梦境 就是那一个没有脸 没有脸 没有五官的那一个 那一个样子 他就很惊吓 然后脸色都很不好 住院还一段时间 那我就说好 那你衣服给我 我帮你这盖 然后他出了院的时候 我还陪他到那个 他去撞车那边 我陪他去那边拜拜 后来才没事 你觉得骗我左边 那个人是什么人 就是阿飘 那为什么阿飘 要来找你妹妹 因为我妹 刚好那一年 他属猴 然后七月刚好是 也是猴月 升月 那那一年呢 他就是有车关 然后运势也比较低 在之前我就有说 你今年要这一盖 然后他也没去这一盖 我叫他这一盖 他忙得 这一盖这么专业 他又没听 他没听 因为那年他也很无聊 然后他就没去这盖 那我也提醒他说 你今年的七月 要特别小心 有车关 然后有那个 就是很不好的运势 很低 你要很小心 可是刚好也就 那一个业主 也就那个时间有空而已 他就想说要做生意 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去 现在妹妹还在吗 妹妹好好 现在很棒 他现在在那个 对 对不起 吃眼 在国外做生意 现在吃得圆滚滚 圆滚滚 对啊 很有那个胡相 对啊 OK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分享 先休息一下 暗示 你提防边 对 在那点滚 摩托滚还会扶起来 那人不是人扶起来 好可怕 不过老实讲 晚上11点多提防边 还有个女生在开车 怪怪的 对 那边很阴暗 而且你如果出事 你真的要呼救 你求救无门 刚才他又有自己有知觉 起来打那个电话 这个我要讲一下 我家的故事 好可怕啊 因为以前我们叫仲田 然后我爸爸是很严格 威严 所以我姐姐 他就你知道吗 在青少女的时候就叛逆 然后再加上不想种田 你除了我到警察 所以他就想要 想要去外面 可是去外面打拼 那个父母不希望不同意 会担心 会担心 今天就会骗掉 我们是女孩子 农家女孩 当然他后来 你知道他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晚上半月一点钟 离家出走 这个厉害吧 那个年代这样算前卫 对 我那时候 我姐姐到我11岁的意识 然后他高中的时候 就我才几岁 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 他就离家出走 那重点是我们那里很偏僻 你晚上11点 也不可能骑这里的脚踏车 因为被发现 那里路上还没才有 整个都惨 然后 要离家出走的时候 我们那里都一厂烟草 烟草 你看过烟草的请举手 没有 对 烟草很高大 所以那些人就走 都没过来 是 分红 对 要经过分红 要经过客宝 经过车 那也很有勇气 然后那个车 车又是那种 就是我们那个桥是没有桥蹲的 你知道吗 那个你只要 拼了就出来了 如果风到桌子吹下去 瘦也吹下去 对 很可怕 因为乡下没有到那么安全设施 没那么好 可是呢 他又怕说 如果去渡到 他就会脏回来 所以呢 他在半夜的时候 是走桥下 过河 一个少女 十六七岁的少女 然后走桥下 在半夜一点钟 你看那种离家出走 我的决心有多强烈 真的 真的 不要让你找到 后来我觉得 我觉得 我姐姐也真的很有勇气 而且很有决心 一定是存一些钱 才有办法 一定有计划 有计划很久了 因为以前没有什么零用钱嘛 对啊 你想说 就像说淘家成功 第一晚上总要去 快乐一下吧 没有钱怎么可以 那 他说 为什么他走桥下 因为他发现 你知道一间的卡塔车 或者摩托车 有那种灯嘛 灯 大部分是假号车 那种摩托车不普遍 对 你说远远好像看到 有一种很昏暗的灯光 一直过来 所以他就走桥下 那是神勇 你知道 以前的女生 在那种地方 没车 然后你知道他走到哪里呢 走到嘉义火车站 这 走多久 我们家到嘉义火车站 要十几 够二十公里吧 我的天啊 打开车都要很久 所以走一晚 走一晚 不是喔 对啊 说实在 我姐姐是没有碰到什么 不过我觉得 应该有人被我姐姐 嚇到 会不会 会会 默默 你是个组音的人 会啊 好 尤其是在轎车站的 蛤 真的 所以我才刚刚讲说 哇 半月十一点多 还有个女生开车在堤旺边 对 因为我是说 想到我姐姐 对 真的走到嘉义火车站 然后呢 火车站就 你家多久 失去讯息啦 因为他要想要 不被父母亲知道 对啊 父母亲都很着急啊 就找啊 就找不到啊 他就起来北部 的工程找头脑嘛 对 那可能也是因为后来 觉得对父母亲觉得很 很亏欠 或者是 给他父母亲担心嘛 这样 然后他就 有跟家里联络 联络了 叫我把他脏的 哈哈哈 他讲也是脏的 其实你不知道 最好还没结束 脏的了 他心是在外面啊 对啊 对啊 再找第一篇 我想一想哦 这个可以拍成电影 知道吗 就是说 在那样的年代 民国五十几年的年代 是 真的 然后 那就是 应该是 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是 好 然后 这么落后 这么偏乡 那很偏僻 然后对城市的向往 一个少女的心 是这么大的勇气 强烈 他很强烈 要脱离 哈哈哈哈哈哈 姐姐你笑到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哇 对不对 你可以想一下吧 对啊 很简单 我真的想说 那时候如果有人碰到我姐姐 走在路边 哎呦 晚上有一个小姐 走在路边 很可怕 而且我猜他也没有走在路边 我猜他应该是 都走在田园里 田园 而且你要想哦 你走在路边就会被发现啊 啊 那些人 整个大概都很多人知道嘛 那些人都知道 那些人现在的时候 怎么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可能他就 我猜他都走在田园里面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没有灯 然后在 都是禪 也没有路标 那时候没有路灯 对 所以他是怎么走到火车站的 这才厉害 一整个路灯 像我这个路痴的人 我都没办法想到 你光走你怎么走到的 因为方向感嘛 对 所以不要带手电筒哦 你看 真的 重点是 是什么事情 让他有那个胆量 他很厉害 对 没有迷失 那我们来看 文婉的妈妈 也说发生了一件科学无法解释 像刚刚那个 那个郑大哥讲姐姐嘛 为什么我觉得很厉害是 也没有方向 然后也没有路标 你又一眼望去 那如何辨识都惨啊 他走得到那个嘉义火车站 这件事情 然后搭车到台北 这个我觉得厉害 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我们熟门熟路 都不一定会走错路哦 像我这个是在几年前 然后有一个 也是农历 七月十下 这个天气都是风光伊丽啦 你有当地说 会跟爸爸妈妈出去踏青 所以那一次呢 我们大概是三点多 觉得说那时候 还没那么烧 因为中午过后 比较凉爽 我们就到阳明山去 然后就一台车 家人开车 然后爸爸妈妈坐后面 我是坐驾驶座 然后我们就上阳明山 你开车 没有 我坐的驾驶 就是副驾 家人开车这样子 老实讲 阳明山我们眼睛蒙着 小时候都会去啊 什么竹子湖啊 还是去看什么 什么那个花 那叫什么 什么芋花田都有啦 然后呢 海芋什么之类的 对 我们都很熟这样 那天很妙 我们就找了一家 就是我们常常去的 会去竹子湖那边吃野菜的餐厅 差不多是5点我都入里了 天啊 竿竿的 老人家也不会太晚吃嘛 好 进去的时候吃完 然后呢 反正回程就是一样的路嘛 很妙喔 后来我们上了车 开开 要落沙嘛 奇怪 越开到是不是 漏怪怪 然后呢 你就慢慢觉得 那个车子越开 开始旁边的桥子 那个竹子的桥子 都会摔下去 没有 已经开始没有 不是 开始在刷你的 那个两边的车身 那表示路很窄了 就觉得很窄 因为你几乎是只有 连一台车都过不去 可是这条路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我家人说 奇怪 我们又走这条路上来吗 应该是没有啊 而且我们这么熟这样 奇怪 真的吗 应该是没有错 应该没有错 可是越走就觉得 那个已经开始 觉得那个应该车身 会刮坏的感觉了 我觉得不对 就越走越走 我觉得越来越不对 我就说不对 那前面我看到一个 黄黄的东西 一条带子 你知道吗 那个其实差一点点 一咪咪 那个前面原来是人家在施工 差不多差一咪咪 差几秒钟就掉下去了 千均一把 那还好我讲说不对 那远远的 因为差七点多 那个已经时间 不是很好 暗了 我那时候讲说 那个前面那个黄黄的 然后他那一刹那刹车 刹车了 而我们全部那一刹那 那个心脏我这么不骗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下山了 然后就慢慢的 大家都不讲话 然后就车子就慢慢 因为已经没有 没有回转的空间 就慢慢慢慢的 到 到 到很久很久 才回到那个刚进来的地方 可是那个到底 怎么进来的 好 无解 可是一路上大家心里就怪怪的 一直觉得很忐忑 那天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是 我也觉得 我妈妈怎么从头到尾不讲话 你知道我妈妈的故事 是真正的 它是没轮到的人 如果一般你如果进到那个 开始你 那刹车在刹的时候 它绝对开锤的 就会说 你这条路怎么办 你是开锤还是不对 很奇怪 从头到尾都没讲话 到车都没讲话 可是一路上我就想说 它是不是很不高兴 一肚子火这样 我也不敢去扰它这样子 好 就没有讲话 可是那时候就觉得它怪怪的 一直到进到家门 你知道吗 真的 那人是红下去的 他整人红下去 我妈妈你怎么 说 哎哟 腰瘦了 我现在可以说话 我说 你 你是怎么办 是我什么事 他说 其实它远远的 那个车子刚进去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路是不对的 对 他轻轻就觉得 那些没落 只要看到就没落 小孩子你睡不着了 他开口那一刹那 你知道多可怕吗 突然间 有人这样子 掐住 一双手就这样掐住 他说的 他说的 就这么紧 就这样掐住 好可怕 不让他讲 对 而且是非常紧 他说 完全没办法穿起 没办法讲话 然后那双手这样紧紧地 勒着他这样子 所以他说 我要说话没办法 我想说这车死了 绝对没死不着 他就觉得车子 已经要搬下去了 那一条路 我知道哪一条路 那一条路是没有路的 你下去就是 掉到那个 球的那个 扛车下去 真的假的 那条没落的 然后他就说 他现在想说 没死不着 然后他说 他那时候讲说 要自死也没办法 是我突然间讲说 前面那个 根本就没有路 对 他说 好可怕 然后他那双手就这样 一路上 从阳明山那个地方 一直勒着他 一直勒一直勒 勒到他进到家 因为家里面可能都有门室 因为我们都有拜拜 妈妈都有拜拜 进到我们那只手才松开 说哎呦 搞乞丰了 因为如果不是 自己家人发生的 你真的不会想到说 有抓交地 那个就是地要抓 其实他抖过了 你们抖过了 这是你叫了前面那个 才抖过 竹子湖里面有一个地 是一个怪地 那个怪地我曾经在文化大学 一经年 那你讲好吗 好来来 先休息一下 对 竹子湖 好来 林老师要不要補充 好来 林老师要不要補充 好来 林老师要不要補充 在我们来讲就是那个是不好的地 有一块地 因为我们以前我在指导那个 文化大学一经研究社 社长就是人都这样子嘛 你说好的就会很久嘛 老师有没有那种坏的 马上可以 就是比较阴厌嘛 他才会臣服说 我学的东西是有吉凶嘛 就去带那条后 你就带那条后 白天啊 白天带那去啊 不是晚上 叫他说站在屋台那里 我就出去外面等 过了大概三分钟 他尖叫了一个大声尖叫 然后跑出来 我说你看到什么 然后没看到什么 但是呢 从后面背后有一根针 穿过他的那个心脏这样子 感觉吧 对 就是被好像被针刺到 所以人总要让他们心脏这样子 要针刺到 然后把肉一声走路出来 然后之后说 嘿 老师我相信 弟有吉跟凶 哦 那那个竹子虎其实 所以带谁去都会可以体验到 这样的感觉吗 主张要离婚的就会 一般都会有感觉 后来我们再查就是说 竹子虎的那个辐射量 其实超过人体 有些地方 真的 对 阳明山有些路段是蛮阴的 对 因为辐射的频率 就跟一般不一样 空间我们讲空间多重不一样 所以你经过阳明山再玩 下走就开始阴山 哦 对 所以你看那边 那边都做铃骨塔 很旺的嘛 这边有人做铃骨塔 这边都别装 对 对 好来 那简律师是有一次暑假 跟朋友去绿岛玩 发生了什么事 哦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 去骑车环岛嘛 绿岛一定要的啊 我们就半夜 本来想去泡那个朝日温泉 大家都骑车 一根车一个一个走嘛 那大家骑一骑骑一骑 店后的那个人啊 就说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接到一个人的电话 说他摔车了 哦 我们就很紧张 因为他真的不见了 我们就往前骑嘛 因为都没有看到他 结果骑了一圈到民宿 哇 找不到人 那我们知道 沿路折返回去再找 结果在路上遇到他 他说他真的摔车了 那我们就在他嘛 在他去那个摔车地点 想要牵车啊 想说一定要还给 那个民宿主人嘛 结果后来发现 他才离开民宿没多久 就发生车祸了 而且店后的那个人 根本没有发现他追过他 那很怪啊 他明明他觉得说 自己是最后一个人啊 大家都骑在前面 怎么这个人摔车摔在我后面 然后最夸张的是啊 我们那时候有去看 那个通话记录 他确实有打电话 通话大概十几秒吧 可是他说他没打电话 他在摔出去的那个当下 手机就喷飞不见了 根本没有打 那谁打的 对 不管谁打啊 人还蛮好的啦 就至少通知我们回去救他嘛 对啊 他突然他要打电话求救 大家才会知道 对啊对啊 所以说不知道谁打的 就是有人帮他打电话 求救就对了 不一定是人 也有可能不知道什么东西 手机已经背出去了 对啊对啊 不然你的主持 你的主持是友人啊 友人 就是谁不知道是不是 感觉好像穿越时空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人打的 对啊 反正就有 而且有十几秒耶 有就是通话 他就说他出车 和我带来找他这样子 对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们律师界会相信 鬼的这个事吗 其实大部分律师 都还蛮迷信的 就我们有一个最有名的 大家应该也有多少听过 就是那个 我们的律师跑嘛 不要洗 对 因为洗一洗 那个会输 真的喔 除非你连输 我看的律师跑都落伤了 黄黄的 越黄越滋身这样子 除非你一直输 就代表你没运 就把它洗一洗 可能会有点改运这样子 那大部分律师都是 有性宗教的 那有些人是坚持不接这种 有死人的案件 因为怕冤屈啦 有些人是不喜欢接性侵案件 就是这都是个人选择 为什么性侵不接 就是个人选择 就有人觉得说 我不想帮加害者 去打官司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是他们的选择啦 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有钱就好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讲好不好 郑大哥不是这样 没有因为主持人就是要问嘛 我自己想法是说 你是再坏的人 比如说像是死刑犯好了 你都有受到律师辩护公平审判的权利 那也许该死刑可是没那么重 对不对 或者是他该死刑 可是这跟他要不要接受律师协助 是没有关联的 是是是 你会不会十年之后想法就变了 也有可能 因为你现在还年轻嘛 也有可能 钱比较不重要 是 很老年跟我说 诶真的喔 前来是比较重要一点点 我们有法律辅助 这跟年轻耶 法律辅助 那就是为了这些没有人愿意接 了解 或是就是不够钱的人的律师服务 那你说你听过有一个律师 他是处理一个纵火案件 那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个也蛮悬的啦 那个律师之前是帮被告辩护 那个被告是有去纵火 然后有死了几个被害人 那这个律师呢 平常就有算命的习惯 他有一位常常配合的老师 那他从来没有跟这个老师啊 讲过说他是律师 可是他接了案件之后 有一天去算 那个老师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最近有处理什么 跟火有关的东西啊 他就吓一跳啊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 你甚至不知道我是律师耶 他也不敢问那个老师说 到底看到什么东西了 就回去想越想越害怕 就去干脆查了一下 那个被害人的资料 然后去拜了一拜 就把这个委任给解除掉 就不帮他辩护了啦 哇 这个也蛮准的耶 对 我觉得很恐怖 如果是真的有这种因果报应的话 我觉得律师反而是蛮危险的啦 对对对对 那是事保 一定的 法官也是啦 法官也是 我有一天拿了一个印章说 陈香座的 他说这个可以不可以挡杀 我说你是在问什么 他说因为我干下去 人家就会死 有没有判死刑嘛 人家盖下去就死 可是他该不该死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印章能够帮我 这个陈香帮我避个血这样 压力好大 这个压力很大啊 就是因为我可以 可能判错你是死刑的吧 因为法官其实没有在现场啊 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杀人 那有时候证据就欠缺嘛 那到底该不该判他有罪咧 法官其实心里很抽搐啊 以前那个新竹那个邱靖淳 邱县长邱县长 他卸任了 卸任了嘛 他有一天呢 他就倒了淡水跟朋友约好 就是说那朋友就是 结果迟到 迟到另外一个朋友 你旁边就说 要不然这样子 这后面有一间通灵的 那时候 不然你要问看看 他进去 那以前是做官场的 做官场 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事 有一个事情没什么事 所以要去找那边 结果那日 那借工 师傅就跟他说 他也不知道他是官场嘛 他说 你是不是有答应人家 什么事没有完成啊 没有啊 选民服务做得很好啊 然后他那个起机就写了字 写了字写一山傍水 一山傍水 想不到啊 这一定是一间别中 如果没有一个箭案 是 一山傍水 买了一个什么 王残老祖 哇 他想到了 他死了 他以前都问那个 那个通灵的那些 那个后来死掉了嘛 就是跟蒋经果通那个 就是很林嘛 关系的那摩谷 那个摩谷的 要往生前的两年 跟他讲说 求生 我帮忙你那么多 帮忙这么多年 我有一个心愿 没有给人家完成 我需要盖一个王残老祖的庙 就带他去山顶 就义山傍水嘛 带他去山顶跟他说 这位 这个位就是 你如果 带我 完乡 要去大洋你知道吗 大洋结果 诶 那个陈隆天 就已经死两年了 死两年 他就忘记了 忘记所以 对他后面 对他后面 我现在要告诉他 是对他后面 所以 买来再 拜托邱乎生 然后再叫我去 帮他把那个 点再点一次 现在已经盖好了 等我现在要说就是 那个愿 同大洋结果 没完生 我也是跟你对着的 没有错 现在是不是一样 好 来 这个廖老师要补充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命运 命可能你出生下来 要固定 可是运会转 运好了 命就好了 你命底很好 运不好 你就变衰 衰 衰 衰就不好 那我要讲就是 心存善念很重要 我要讲的这一个故事 是我客人 他亲自跟我讲的故事 那因为他之前 是开计程车 然后就是有三个孩子 然后就是 靠微博的收入 其实计程车业 也很竞争 现在更辛苦 现在还有Uber 还有捷运 对 真辛苦 然后呢 那时候他就是养了三个孩子 也很负担 那他就曾经来找我 那我看过他的原神功 就是说 他的运 其实在赚钱上面 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跟他讲过 这样子 那可是他就有一个奇遇 这个奇遇呢 他就是告诉我说 他有一次来 到我办公室 他就说 老师 有人要找我去 现在不是越南 都有进一些红木吗 那时候 几年 很多年前那时候 他说 他可不可以去做 我就帮他看 我说 你的福德工变了 你现在有贵人提拔 你会赚钱 你整个运都转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 他很奇妙的故事 就是说他连续有一个三天的夜晚 很晚的 大概十一点多 都将近十二点 然后呢 他都载到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就会拦他的车 然后就告诉他一个地址 他要去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路程有一点远 那你跟我讲的那个地址 有一点偏僻 那你怎么那么晚了 才在这边 你是要去那边干嘛 他说 那是我家 我想回去看小孩 他就说 他要回去看小孩这样 他不放心孩子 那他说 你现在要去看小孩 你是没有住在这里吗 他说 因为我有事 所以不在家这样子 那我要回去看他 好 第一天他就这样再回去 第二天 同样的时间 他又碰到那个妇人 然后他就劝他说 其实这个小姐 他就好心劝他 就说 这样你晚 那你这个路都蛮偏僻的 你只要走这一条路 旁边还有拨拨拨拨拨 那你搭车要很小心 你如果要回家看小孩 我是建议你早一点 因为我也有小孩子 我知道你想 想关心孩子的心情 但是你这样很危险 然后沿路他还跟他聊天 好 事情就发生在第三天 第三天他又拦下他的车 那我要买月票 然后第三天 然后他说 你怎么又那么晚不早一点 这样子 好 他就经过他 他载他回家的那中间有一段路 旁边右手边就是 芦苇花很高 芒草很高这样子 然后他就突然 那个司机就看到 路边有一个人骑摩托车 就倒在那个路边 然后他就跟那个妇人说 有人出车吗 我快来给他看一看 那一个路人 那一个妇人本来都很温柔 他就突然很凶说 你不要下车 你不要下去 这样子 然后就说 你打电话就好了 叫警察救他 你不要下去 然后他也让他很大声 就惊恐到他也就没有下车 他就开车 他就那个打电话 求救这样报警 然后他就好到 他沿路就都没讲话 就很纳闷说 你刚怎么 情绪那么凶 他到的时候 妇人一路都没跟他讲 到的时候 他才跟他讲说 他刚才那个人要抓狗币 你怎么没看 变了一堆 你下去 你不能下去 对对对 他说你都没看 人家要抓狗币 然后他就下车 下车了之后 然后他就是 觉得很怪 就是他怎么知道 他抓狗币 他就想 他是不是通明的老师 还是怎么样 怎么这么准 那隔天他就过了 那时候是农历旗月 然后到八月 他就挑了八月一号 他就很好奇 就白天 他就开那一条路 再去那个富人给他的弟子 那在为什么他会再回去 他很疑惑 因为他连续三天 原先给他的钱 他都放在后面的口袋 就是第三天 他晚上很晚的睡觉 白天起来 奇怪 他口袋的钱都变成名字 对他才觉得说 很怪 他全身鸡皮疙瘩 可是他又想说 不要七月去 他就选那个八月一号去 他就选白天去 然后他就 听到有人在扮伤的声音 然后他就找了 那个富人给他的弟子 他就去探门 然后就有一个老婆婆出来 他就说 你要找谁 他就说 我是刚才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想要去请教 这里有一个通灵的老师 他先这样问 他说 什么通灵老师 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这里就一般站起来 他说 你的储宾 扮伤那是谁 他就说 那我们储宾的小孩 小孩都这样 不买上班 整天都喝酒 急车买不乘 老婆婆都要担他 到买天庚 都烦恼 如果他说 就打老婆 打老婆 很不乖 这样 前几天就出车 他就 刚才一天 就是他看到那天 他就说 那个日期就是他 比如说26号 他说 七月二天出车 就过星期 就是他看到的那一天 他说 不过我那天 年少在三天 有一个夫人人 说要来看他的好生 生做什么 看穿什么 那个老婆婆一听 眼睛张很大 说 你不要黑白说 怎么可能 他说 真的 我年少在 他在三天 不过很奇怪 就说 他付我的钱 怎么变成人杀 他就说 他就拿照片出来 他说 你看是不是 他说 对啊 我年少在三天都在 爱他啊 他说 这我媳妇呢 他死三年我呢 对 结果 那个妇人 就是 已经过世 然后呢 他七 八月一号去找了 这个老婆婆之后 回去 他原来 他连续三天就 就 载到那个阿飘就对 然后他就 回去就心里很毛 那一天 他就在家里都 呆坐 都没有出去开检测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 他就想 是不是老师说的 他有没有好 跟他吐到阿飘 你知道他心里 一直这样纳闷 那是他事后那一天 跟我讲的 然后他就 觉得说在家里 后来他也睡着 睡着他有梦到 这个妇人 他说 你是一个好人 你会有好报 你不用担心 你会有好报 你相信我 然后他就醒了 醒了之后 他就过几天 就接到一个电话 就说要来找他 就他朋友 要找他做这个越南的 一个生意 那但是他没钱 他怎么跟他合作 他说不用 你先在旁边帮我 我要接一些单 那你在旁边 帮我处理一些事 这样子 后来他就真的去帮他 帮他了之后 都很顺 就赚到钱 结果这一个 他的朋友就说 你帮我三天 你会很顺利 我之前 叫一个他们同样的朋友 帮他都不顺 他说 不然你来跟我合作 那后来他就做这个 这个红幕 现在在越南 就过得很好 也是这一个阿飘帮助他 他说他很善良 那我们如果晚上 在山区看到有 摩托车摔倒在路边 我们要不要救他 不知道 打电话救 不要下车 像律师讲的 你也不能 因为有风险 对不能移动 他不能干嘛 我觉得第一个时间 先求救 那个妇人也很有法律观念 我觉得应该是说 如果有路边有人招手 搭便车 你要不要让他搭 我曾经被搭 真的假的 对 因为你知道我住 新店的山上 我以前做一碗节目 差不多回家是12点 然后 不然他是个高中男生 那就另当别论 我猜他可能是补习 或者是去什么 晚上去 错过公车 错过了 对 然后就跟我招手 我就给他坐 但是给他坐的时候 我一直看 他到底 看那里是 看若式进 看他有没有影子 他坐我 坐我右边 我是开车吗 他坐护驾驶座 所以 随时要看一下 有没有变脸 差那不见 我带过 廖老师讲这个 你知道 我跟你讲 我之前也想到一个搭片 其实很精熟 来 谢谢 很精熟 很好 其实我觉得那个经验很好 很好玩 因为半月十二点多 十二点多 所以那个高中生坐右手边 然后我一边开就一边看他 看这个是不是 你是人还是鬼 会不会我看不到他脸 然后你知道 你都耍爐 然后我问他家他在哪里 因为高中生你叫不多话 他们家离我们家 我虽然已经住在山上 但是他们家住在离我们家 在近近七公里 最山里面 就是鬼住的地方 那你真的是做好事 你知道晚上十二点多 要去那山区都没人 那山路这样开 旁边又坐着 你觉得没说太好 就觉得其实载到一半 其实有点后悔说 我干嘛惹这个鸡 因为心里面不安 然后重点就是 到了他们的社区 然后重点是他下来以后 我一直看着说 他会不会一半就消失 这个是我采访的 这个是一个成姓的那个玉女明星 他都N八点档的 他亲自发生的故事这样子 然后他说他那时候类似 就是他那时候很小 差不多六七回 一年对他们爸爸妈妈 等于是回到乡下去祭祖 去祭祖 去扫墓 他差不多半天 差不多十点多了 他们要回台北 那时候都要开省道嘛 然后进那个省道的时候 他看他那个灯很昏暗 以前那个车也不太好 昏暗他就看说 在那个隧道边 有一个阿嬷牵着一个小女生 跟他差不多 那时候那个玉女明星大概 也是六七回七八回 那个阿嬷牵着那个小女生 就在招手 他们讲说 一个阿嬷 还有一个小女生 你总不能那么晚了 帮个忙 没有关系 那时候因为他爸爸妈妈就在他 所以车上是有位置的 就靠边让他们起来 一路上 两个小孩就很欢迎 相见欢 就聊天这样子 好 等到过那个隧道 再走一段路 差不多五六公里 阿嬷就说 我们家在旁边 在旁边 我们路车 那因为就很开心 那时候那个爸爸 就是那个玉女明星的爸爸就说 不然照个相留念一下 阿嬷牵着过来 到时候我们来聊 再来烧吹 就很开心就拍个照这样 那就忘了这件事情 隔年 然后他们讲说 再来找那个小朋友 因为两个很投缘 结果跟老师同样 就开始 而且是白天就去找 这家园子 那时候也漏车 因为阿嬷就说担在那里 就开始问 问问问问 才发现说 这个阿嬷居然 居然早就说 很可怜 因为这个有点像是隔代教养 因为这个小女生的爸爸 很早就是 因为在附近工作 被撞死了 撞死的时候阿嬷就带着这个孙女 就很辛苦地养她 然后也是在这个山区 就是可能要摘一些什么 孙女 什么去买 结果有一次也没刚好 就担在孙女 就那个卡车 就撞死 就在那个隧道那里 就往生啊 那这个后来 其实这个孕女明星跟她爸妈 后来知道这个消息 整个心就很沉 就跟她说 那时候是 是载到谁 但是心里就有一个遗憾这样 那这个事情 一过十几年过了 也忘了 就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说很惊悚的地方是什么 这孕女明星说 她那时候已经开始演连续剧了 你家很奇怪 竞争很激烈嘛 她也没有什么背景 好红喔 很红的 我们刚讲说是不是 无情中做个好事 后来有一年 她的表妹来找她 他们后来搬到台北 然后呢 他们就在搬一个 啊 里面很多旧照片这样 搬搬搬 你知道 你知道 好 搬到一张照片 齐齐就搬搭 她说 你知道吗 照片里面 她还是那个六七岁 那个小女生 可是照片 那个小女生 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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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天哪 她说那个上哪街 她跟她在表面看到 天哪 她还想说 这个照片哪里来的 想很久很久 好可怕 那个小女生 就是她后来 她现在 那个那时候开始 拍戏的年纪 十七八回 她会长大 而且在照片里面 所以她帮助她红起来的吗 对 所以我就说 那你想不想红